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欢迎收看本期的 这是常识 俗话说 红糖是个宝 病毒全肝胖 研究证明 一年四季中 人有一半的病是在冬天等 红糖作为日常饮品 时常喝牙 意气补血 轻松搞定这些小毛病 红糖加痂 以防止感冒 如果在冬天是老风寒 喝一杯红糖浆茶 几分钟即可感觉微微出汗 记住一定要趁热哦 二手脚冰凉 有些人容易手脚冰凉 这种情况 每天早上一碗红糖浆水 能暖和一整天 红糖加乌梅 一风寒咳嗽 乌梅能滋阴润 对风寒咳嗽有很好的效果 加上红糖 不仅能趋走风寒 止咳化痰 还可以滋阴润肺 改善无痰干口 二暖味止线 吃污美可以止线 配上红糖 还可以起到暖肠道 止线润肠道作用 红糖加山楂 一 咽喉发炎 秋冬感冒的人啊 很容易咽喉发炎 红糖山楂中 不仅可以缓解咽喉喉不适 消除咽喉炎症 还能够起到 频喘化痰的作用 二 防动脉硬化 冬季天气寒冷 动脉容易出现硬化 红糖加山楂熬成粥瓦 能有效降低 身体中挡过程含量 防止因天气寒冷 引起到动脉硬化 红糖加枸杞 一 清干凝目 枸杞中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文生素群 都是眼睛的必需品 配合红糖使用 不仅清干凝目 还可以改善肝血不足视力下降 二 抗击肿瘤 枸杞加红糖对人体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能预防癌细胞的扩散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红糖加芝麻 一 牙齐上火 秋冬季天干气躁 很容易引发牙齐上火 红糖芝麻粥 不仅能改善牙齐上火 还能固齿见淫 防止牙齿早衰 二 头发西黄 常喝芝麻红糖粥 能够一斤生发 防止头发早衰 尤其是对经常脱发的人群非常适合 另外 对小孩头发西黄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三 延年益寿 芝麻红糖粥很适合老年人使用 它具有强身固本延年益寿的功能 以上人群尽量少烘 一 三高人群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要少吃 二 血粘稠 红糖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 要少吃 三 婴幼儿 婴幼儿为发育完全 要少吃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这次尝试 了解更多尝试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